张伯 Canyon 作曲 李宗盛 作词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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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复 红如桃 对啊 所以不过 快吃 pat 你看看 这座山啊 像不像 一只小乌龟呢 好嘛 这座山 圆圆蓬蓬蓬的 又不高 頭啊 為什麼會像烏龜啊 阿嬤 帶你去走走 你可要慢慢看啊 這裡就叫做龜山 左營的好山好水 是自古聞名的 有一句話說得好 伴水河湘 蓮池潭 翠平細照 伴屏山 除了蓮池潭呢 左營這邊還有伴屏山跟龜山 是在地人最愛登山 運動散步的後花人 龜山真的像一隻龜嗎 這個問題見仁見智 左營自古就有聚寶盆的說法 而龜山又是左營的寶屑 以前山上蓋了很多廟 在還沒有旗后燈塔的時候 漁民們就是靠著山上那一座 天后宮的神燈來指引方向 在日治時期 日本人建軍港的時候 為了軍事機密的安全 就把廟通通都搬走了 武林年代在小龜山 建立了一座永青塔 許多左營人都相信 這永青塔就像鐵釘一樣 盯住了龜山的頭 破壞了左營的風水 所以就被拆掉了 這裡可以看得好遠 還可以看到蓮池潭耶 對啊 你看看 是不是很漂亮啊 這裡可以看到那隻老虎 還有一隻龍耶 而且那邊有很多遊客 好像很好玩 很特別耶 我告訴你啊 咱們蓮池潭嘛 是左營最有名的觀光聖地 每天啊 都有世界各地的遊客來揭頭耶 對啊 超漂亮的 龜山號稱標高100公尺 可以說是左營的制高點 在山頂上啊 就可以俯瞰舊城 龍虎塔還有春秋閣 這潭邊古色古香的建築 不但全台有名 更是許多日本觀光客來台必到的景點喔 現在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瞧瞧 哦 原來龍虎塔是從龍虎入 虎口出 有風雄化吉 大吉大利的意義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蓮池潭的另一處著名的景點 就是春秋閣 而春秋閣啊 是兩座外表像宮殿一樣的樓閣 這蓮池潭的五里亭 就是夏天賞蓮的最佳景點 蓮池潭邊的不遠處呢 有一個周仔濕地公園 原本啊 這裡是要規劃為民俗記憶園區 衛城 在高雄市眾多的文化生態社團 如詩盟等團體的極力爭取 終於呢 留存了這片濕地的樣貌 並在志工團隊的努力下 保存了許多珍貴的生態 更是許多水鳥棲息的快樂天堂喔 想不到吧 市區裡面啊 竟然還有這麼一座原始的濕地 作音還真是地靈人節呢 不過呢 還不只這些 別太驚訝 這附近呢 還有一座原生植物園 是完全模仿大自然所打造的喔 我們建議你不妨騎著腳踏車 從蓮池潭一路踩到濕地公園 更能夠體會這條左綠帶的美景喔 編оне colourиг一定的高 65 Hä 2012 requirement te'll go even if I w 快ión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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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plant 左營可以說是台灣文化的發源地 可別小看左營舊孔廟的重聖詞 它可是清朝在台灣設立的第一座孔廟 這左營還是當時秀才聯考的國家考場 到了現在 蓮池潭邊的新孔廟 每年所舉辦的祭孔大典 這規模還號稱是全台第一 民國六十四年的時候 就在蓮池潭的北邊 這邊重蓋了新的孔廟 它的建築特色是 仿製宋代的開封府的孔廟 所以它的規模非常宏偉 是屬於北方式的這種建築 祭孔由舊城國小的同學 他們來擔任這個815 815這個是孔廟的傳統 一般的民眾都非常喜歡來看孔廟 一大早就來這裡 看孔廟的祭典 這個是過去每年的傳統 現在以這個期待的方式 就是任務改發這種智慧膏 吃了以後會增長智慧 然後考試也當然會更順利 左營不僅自然美景一級棒 還充滿了迷人的懷舊魅力 想找尋古早味來左營就對了 這左營還有全台規模最大的孔廟 最古老的城牆 好玩好看的都在我們左營呢 怎麼馬路中間有一扇古色古香的門呢 原來這是正福社北門救治 原先拜的是土地公 現在已經被列為國定古蹟囉 沿著蜿蜒的殿載頂路 我們來到了鳳義城隍廟 靈宴的城隍爺是左營人們的信仰中心 每逢城隍爺出巡的慶典時啊 還吸引了全台的信眾前來參加 這萬人空巷的熱鬧情景